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会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自己习惯的编曲习惯的配器 所以很多人也有一些朋友发现了 其实SHIP的那个Synthes就跟那个就是电子合成器 其实那个Synthesize就是合成器 合成器跟这个的合成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编曲的朋友都已经发现了 对 就是在那个技术上有一些修改 对 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上的一个舞台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到这个舞台上去做一些自己的秀场 做一些自己的音乐 给大家看自己的魅力 我刚刚也说了 其实这个其实对音乐文化推动还是蛮大的 音乐就好像我生活生命中的水 不能没有的一个部分 其实每个人都跟在不同的时候 在每一天都在跟音乐打着交道 车的喇叭声音 跺脚的声音 说话的声音 每一个声音它都代表着一个音高 只是大家不知道 对 只是把这些音高有序的排列 或者是比较有艺术化的排列 它就成为了音乐 在自己制作音乐的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了 我就好像是一个母亲 去照料这些孩子们 这孩子哪里有一点畸形 母亲都给他修一修 这些孩子本来没有的 是我给他造出来 怀胎十月的这个感觉 所以为什么也是老是停留在十月份出歌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这个 多少会吧 这个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做到对自己音乐不偏爱 这个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 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共性 就是刚刚我也在采访中聊到过 有一个传唱度 其实就是有的音乐 它就是我其实希望做的是 借于传唱度和高质量 包括加上流行 这三个维度一起来出来的一首歌曲 所以在这一次的 Nama Nana这首歌上面 就是马上出来 十月十九号那首 孟不落雨林 其实我就希望是在 借于这三方一起出来的一首歌曲 当然能不能做到 我还是不知道 还是要等市场的检验啊 其实是有 你比方说 孟不落雨林啊 包括这个 麻婆豆腐 有一首歌叫麻婆豆腐 它就是用大量的中国元素 因为中国乐器跟西洋乐器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中国乐器它讲究的是独奏 它独奏出来的特点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亮眼的 对 而西洋乐器它讲究更多的是合奏 它们的合奏的过程 加上一些独奏的东西 然后在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 尝试完了以后呢 我把那些西洋乐器全部掰掉 摘掉以后 用最流行的元素把它加进去以后 这首麻婆豆腐产生了 所以说这个麻婆豆腐我还蛮蛮期待大家给给给予的反馈的 哦 这个还是要感谢 首先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认可 谢谢谢谢 那因为这个一说好戏 我终于也敢跟大家说 哎 我是演员张义星了 也谢谢伯哥 因为伯哥的教导能够把我调教出这么好的一个小新的这个角色展现给大家 当然我还是要谢谢领我入门的红雷歌 包括各种各样在路上帮过我的前辈们 其实我觉得有他们的帮助 所以才会让我成长得比较快 你希望后面也可以带来更多在影视方面的作品给大家 不愧于大家给我的这个评价 他应该算是我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 他是我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 代表作我觉得还是要靠观众来评 对对对 不容易 演员这个行业非常的不容易 包括后来拍的一些戏剧里面 包括导演 刚刚我也在说 我说其实真的幕后的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 对真的他们真的很辛苦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吧 那些幕后的工作人员也可以 对一切都好 我想演个杀手 我说了三年了 今天是第四年了吧 对因为我其实很想演一个杀手 但是我知道可能就是这个就还要 就我就比方说那种就是 等机会 对对对 应该是吧 因为别人我的微博名都要努力努力嘛 我今天看到粉丝在那里为我姻缘叫做脚踏实地谋发展 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想一想 不酷 要改改 但现在没什么头绪 别飘吧 对 这个忠告给我的人 他也对我也蛮重要的 他会 他一直会给我不同的警告 刚刚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叮叮叮就来了 这个十月十九号这个歌啊 我这真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过不去了 我的天哪 我总觉得这个 我总觉得 好像你看只有两天了 对吧 我就想今天就过不去了 你知道吗 就总总觉得这个时间不过 十九号我就发歌了 你知道吗 这种对 忐忑了 哎呀哎呀哎呀 很忐忑 真的 我觉得一切都有一个命 我能够成为今天的 我首先是 大家的支持跟帮助 大家看得起 那还有可能是我的努力 但是努力都是放最后了 其实最重要的 可能是那一点点的运气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 把这次的歌的先行曲 叫做Gimme a Chance Chance就是机会 机会有时候 就是给一些准备好了的人 当然有可能 有人准备好了 他都没有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很很可惜 那其实我就希望就是 能够珍惜老天爷 和观众朋友们 给我的这个机会 不管在哪个领域 都能够做出 让大家满意 跟受到大家认可的作品 我真的一直在准备 我是 时刻都在准备 而且一直在更新自己 对 我因为 其实 我想说一下 再多说一会儿 就是这个专辑的主打歌 其实我一开始给大家听的时候 大家都对这个歌是持怀疑态度 因为 我面对的是一个公司 他们是一个团队 而我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人 当然我知道我自己的编曲 音乐风格 可能还是跟别人有差距 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意义 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的意义 让我重新再回到了作曲时 编曲时 我再重新做这个版本 做这个拿不拿那个 孟不落雨林的版本 做了23个版本 最后我拿出了一个最满意的版本 就是马上要给大家听到那个版本 我相信大家会喜欢 但只是我相信 但是对我来说 已经用我了我最大的努力 去做了那个音乐 但最后我还是能够拿到 得到了他们的一个团队 那个公司那个团队 对我这首歌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开心